去里亚民众不分远近 前来重灾区支援搜救 却从瓦砾队中 抬出一具接一具冰冷的遗体 上千名避难民众逃过鬼门关 却失去家与家人 又得忍受严寒 痛苦不堪 去里亚阿勒坡许多建筑被震垮 城市轮廓几近毁容 古城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特别关注 旋理塔的圆顶被震垮 墙壁出现裂缝开始动摇 古老市场的几座建筑物受损 旧城墙多处塌陷断裂 西塔则已经完全消失 阿勒坡被认为是世界上连续有人居住 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 13世纪建立的古城 被37座室内和露天市场环绕 堪称叙利亚的商业中心 却因为长达12年的内战 导致古城一直被列入世界遗产 兵尾名单 如今遭遇强症岌岌可危 而在土耳其东南部除了迪亚巴克尔堡垒 遭到地震破坏之外 另外恐怕还有至少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受影响 其中包括了世界上已知最古老 有着一万年历史的戈备克利巨石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表示 已经和合作伙伴对这些世界遗产的破坏进行初步调查 并正在动员专家建立损失清单 要迅速保护这些无价的文化之宝 静新闻电视中陈思寅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